嗨 Ason好 什么事? 我的OBS开不到了 现在严重 什么时候开始了? 好像是在升级了 MacOS Catalina 过后就开不到了 OK 我懂了 这里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OBS是一款直播软件 它可以支持到不同的直播平台 像是Facebook YouTube Bilibili 虎牙等等 那么为什么OBS 在MacOS Catalina 不可以开启了? 是因为在2019年的10月7号 MacOS Catalina正式发布过后 除了推过了Performance 带出了很多App 像是Apple Music Procast TV 还有一个Side Card 这个Side Card 就是把面部的萤幕投影到iPad那边去 除了提供这些App之外 还有很厉害的就是把所有32bit的App 禁止 就是说所有32bit的App 是在MacOS Catalina开不了的 为什么它要这样禁止? 从资料上面看到就是 32bit 会比64bit的App 还要来的大容量 而且32bit 在Performance的那方面 比不上64bit 所以新的MacOS Catalina 它就主打让你的App 跑得更快 而且容量更小 蛤?这样啊? 那么我是不是不可以用OBS 来做直播了? 小Case 是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又免费的方法 可以告诉我吗? 可以的 不过这里我就先打一个小广告 然后我的微博 Bilibili Facebook Instagram 都会每一天 post关于苹果产品的动向 而且我会常常post关于 MacBook iPhone的那些使用小技巧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资讯感兴趣 或者是这些使用小技巧感兴趣的话 就欢迎你订阅和关注 SnowTV 做好的话我现在就去教你吧 OK 其实蛮简单的哦 打开我们的Finder 然后我们开启Application 然后选OBS 然后再把这个OBS WriteCrit 然后再 Move to Bing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个叫CritMyMath 这个我觉得蛮好用的啦 它的Animation很多 而且它可以帮我们抵抗一些Virus 我们点击这个Uninstaller 在这个右手边上面打OBS 点选OBS 然后再按Install 为什么要用这个CritMyMath 来按Install呢 其实是它可以帮我们 把里面的那些 我们不知道的那些Document 那些FAR呢 一次过抵抵到完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在 Application的话 它是抵抵不完的 所以抵抵完了过后呢 我们就 关闭这个CritMyMath OBS网页的链接 我会放在说明文 或者是我的留言栏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最新版的 OBS呢 它其实是可以支持到 MalesCatharina的 不过我们必须自己去 把之前的删除 这些道路就可以了 其实OBS只是其中一个App 如果你还有遇到其他像这样的App 然后你发现到 那一个App的Developer 说是可以支持到 MalesCatharina的话 然后你的App又开启不了的话 那么你就先把你的 原本的App 抵抵掉 再去安装 它说可以安装的那个版本 通常这样的话 问题就会解决了 这是OBS的网页 要记得哦 这是24.06 或者是以上 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它 然后就会到路了 现在用的是Safari的 这个Blows 所以点击上面这个道路的 然后Double Click 它就会现在开启 开启以后呢 只要点击这个OBS 点击不要换哦 然后拉进去Application 它就会开始Copy了 Copy完了过后呢 我们就按这个Launch Pad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OBS 然后点击它开启 然后就允许它可以 access我们的Microphone 跟我们的Camera 然后就是这样 快点击 这个就跟我之前 教过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OK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许他们现在就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在使用MacBook 还是iPhone 或者是其他产品上面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 使用小技巧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影片的最后呢 希望你可以订阅SHAO TV 那么我是圣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